大家好,我是顾女琼博士 今天看见今日美国上的新闻报道 谈到了对美国孩子数学的一些担忧 顺便还给了三道简单的题目 第一道超过四分之三的韩国孩子回答正确 答案是B 美国孩子只有37%答对 落后于伊朗、印度尼西亚和加拿大的同龄人 第二道只有22%的美国八年级学生给出了正确答案 落后于巴勒斯坦、土耳其和亚美尼亚人 八年级大概是初中二年级 而第三道题目只有22%的美国八年级学生答对 而新加坡学生中只有53%答对 因此在新闻中表示了很大的担忧 一项针对青少年的国际考试的最新结果显示 在79个国家和经济体中 美国的阅读能力排名第9 数学能力排名第31 美国的数学成绩优异的学生所占比例低于平均水平 而且近20年来分数基本持平 即使有研究生学位的美国千禧一代 在算术上的得分 也在国际排名上接近垫底 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 个人感觉美国的教学 尤其是数学缺乏统一的教材 导致进度非常不一致 有好有坏 好处是顶尖的学生进步很快 缺点是总体成绩不能保证 不如捅边教材的国家水平比较均匀 而世界归根结底 还是那0.01%的顶尖人决定的 比如说马云能够成功 一定不是说他嘴巴大能讲话这一点 他一定有我们所不了解的 他具备的一些独特的能力 比如说领导力 比如说他对远景的这种前瞻性 我开始消灭了 我们都不疯独特的 我们都会说 我们都会